图层不够用了怎么办 三个方法帮你合理利用图层 第一合理创建画布大小 画布大小是影响图层数量的最主要因素 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 我一般都是屏幕尺寸2000多真的足够了 它的物理尺寸可以达到40厘米乘以50厘米 即便你想打印也是够够的了 一张A4纸才是20x30厘米这么大 要想更清楚可以把DPI设置成300 而且DPI是不会影响图层数量的 方法二不相互遮挡的部分可以放在同一个图层里 这人物身上五个装饰的部分都是独立分开的 一个图层就够了 你要想单独修改哪个随便一框 改颜色根本不会影响到其他 改位置也可以随便调整 第三可以一边画一边适当合层 怎么叫适当呢 比如我画眼睛的时候 我习惯每个部分先单独分层画 画完后考虑到没有太多修改成本就可以合层了 但是像这种大面积的部分 有的层是图案 有的层是褶皱 还有的是亮部 这要是合了层 修改起来可太麻烦了 所以考虑好后期好不好改 再决定合不合层 三个方法 希望对你有帮助